高市刑警大队真四队锁定无姓男子涉嫌贩毒 昨前往屏东市逮人 没想到却意外查获无男友人陈南家中的中性房客持枪 中南公称因为被情敌呛拼输赢 才够枪防身 想说到有人家借住三天 第三天竟被警方逮到大弹症的怀孕 高市刑警大队真四队调查 今年10月接获勤资无姓男子 34岁毒品千科涉嫌贩毒 警方组专案小组调查 发现无都市晚间开车 游走在屏东市以毒品交易 白天将车停在建国路有人陈南 22岁毒品千科住处休息 警方昨天迟搜索票前往屏东市建国路路口埋伏时 等到下午2点 吴连同城一同从住处走出来要开车 警方一涌而上 吴当场傻眼错愕 并在吴身上发现K他命 并在陈南身上查获8包安非他命 共941公克 警方随后持搜索票前往吴 城的住处搜索 又发现寄居在该处的中南持有改造手枪 以上堂的子弹一颗与吸食器一组 中公称他援助内谱为了女友与人争锋吃醋 对方呛声要输赢 他才以3万元向朋友买改造手枪子弹 要防身躲仇人才来友人家借助 没想到却因为其他案件被警方查到就坏运 吴公称毒品是要自己试用的 像触号阿明以7000元购买 警方对三人公辞多余 在保留将扩大追查 警询后 金江城吴中医违反毒品违害防治条例 枪炮弹药刀借管制条例 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 警方查扣毒品改造枪支等物品 记者刘兴军摄影分享 警方逮捕吴南中 记者刘兴军翻射分享 警方在城南住处发现 寄住的中南坐着 并在中南身上查到改造手枪等物品 记者刘兴军翻射分享 警方逮捕城南又 记者刘兴军翻射分享